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穴位是人体经络里面的小发电站 人身体的穴位相当于生物发电站 这些生物垫在穴位里产生然后沿着经络运行 影响人体生化反应的方方面面 它有一定运行周期 大约每昼夜运行52圈 所以中医里用垫的量导体 金属的针来针灸 道理就在这里 修道要开的窍则多半与人体产生激素的线体有关 大体上我们修道常用的有九个窍 这九窍可不是穴位 它们大都跟人体里的激素以及激素所在的线体有关 过去说阴宅 阳宅 看风水 找农学 就是找地磁场 所以古人认为风水对我们一生的命运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甚至于子孙后代对三代子孙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地气跟天上的生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它不像天上的星体 高悬于太空之中 它在地表上 所以有个奇妙的特性 民间管它叫做风水 这是它的特点 人体背面的这一个是尾驴窍 尾驴窍里面充满着肾上腺素 它是我们生命机能保持旺盛的气血 所以非常重要 它相对的 人体正面的是气海 气海是储存人体胃气的窍位 也叫下丹田 这是正面背面相对的两个窍 第三个窍就是我们的肛门前口 叫做玄聘之门 或者叫做聘门 也叫会阴窍 注意不是二阴中间的会阴学 会阴学在两阴之间 而会阴窍是在肛门前口 所以也叫阴窍 凡是修道的人都需要接地气 因此必须打开这三个窍 尾驴窍 夏丹田窍 阴窍 夏丹田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 因为这个地方是性激素的存储之地 所以叫气海 人体的性激素虽然在全身的血液里都有 但是主要存储地是夏丹田 所以修道所说的窍 大体上与人的激素是分不开的 它的影响是全身的 穴位往往是影响一条经脉 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那么头上四窍接天气 腰腹部三窍接地气 这是七窍 修道开九窍 还有两个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中丹田和我们背后的夹脊窍 夹脊窍在我们两胳膊的连接处 我们平常背后这两肩膀连接的夹脊窍是必死的 修道的时候要打开它 打开以后和人体正面的中丹田来接人气 夹脊窍的前面相对的那个地方叫中丹田 又称为降宫 这里与心脏是有关系的 是人体胸腺所在地 也是与激素有关系的 也是激素所在地 胸腺激素到年老以后 它的作用会慢慢减低 但是它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很重要 因为它是经络之气 它是走五脏 走血液 走组织液的 它又叫精气 也叫容气 又叫盈气 这种气 其实是胸腺激素 走经络 血管 润泽五脏 是存储在中丹田里的 我们讲精气神 气指的就是这个 现代人为什么不开心呢 家脊窍和中丹田窍 这两个窍是接人气的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修道要开九窍 我们知道有三个丹田 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上丹田在两枚间 上丹田和预诊窍相对 它们的中间在人脑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里面就是松果体 也叫尼丸 尼丸是总窍 它前面叫上丹田 最主要的是有一种相性腺激素 相性腺激素是什么意思呢 人体不单单有性激素 还有相性腺激素 性激素是产生性功能的 也是产生我们的精力的 让我们精强而力壮 这是性激素 人体产生性激素 这叫性 可我们人类还有情 产生情的生理基础是什么 就是相性腺激素 如果单讲性激素 那畜生也有 所以人不同 还有情 人人都有相性腺激素 所以人人都有情 佛家讲有情世间 上丹田也叫一窍 因为道家认为 人的意念接受和发送 是集中在这的 人的意念活动 也通过这里往外传播 所以它也叫意窍 古人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出死入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个人 老是意念思维活动 纷飞的话 他的气 老通过意窍外放 损耗元气 人体能量水平下降 那就叫出死 入生呢 是将修道的人 经常修炼 修静 思维活动平缓 到了高级阶段 甚至吸停迈住 思维活动基本停止 用神思 那这个意窍 就可以高效地 吸收生气 这就叫入生 讲讲开九窍的方法 低窍 顶窍 百慧 先用中指点在百慧 再伸掌 掌心对百慧 同时响百慧 轻拍百慧 舌顶上额 发出 搭声 顶窍即开 第二窍 翼窍天幕 翼窍天幕 极常说的印堂位置 位于额部 眉头之间 用中指谈天幕 开翼窍 深吸一口气 憋住气 再弹肌 谈完吐气 翼窍即开 第三窍 神窍 预诊窍 预诊窍在脑后 位于脑后 枕骨粗笼上的凹陷处 正对天幕 翼窍与神窍 连心中间 即为总窍 霓丸弓 中指贴于预枕窍上方 食指压在中指指背 嘴张开 食指指度 弹击预枕窍 口发 阿声 神窍即开 第四窍 降弹中 弹中及中胆田 位于胸部正中线 两乳头中间 中指轻轻点在弹中 向上轻轻一推 弹中窍即开 第五窍 夹击 夹击翘 夹击翘为背部两胳膊的连接处 及两肩胛骨中间的空窍 与弹中相对 开窍方法 用一手无名指点压在另一手掌心 劳工学做弯曲伸展背部动作 心响 夹击翘 吸足气 喊 嗨 夹击翘 即开 第六窍 命门 小指点按在肚脐神雀学 做腹式深呼吸 气入丹田 吸足气后再用口吹出 命门处会有沉沉的感觉 此窍即开 第七窍 气海窍 下丹田 气海窍其中下二寸 下丹田是人体元气 筑藏之所 第八窍 尾驴窍 尾驴窍在命门下二寸 底椎上 正对下丹田气海 不是都脉长墙学 气海窍和尾驴窍开窍方法 大拇指指腹按压气海窍 逆腹式呼吸 吸气腹向内收 呼气腹向外骨 心想气海窍和尾驴窍 呼气时手猛的一松 二窍即开 第九窍 会阴窍 会阴窍 会阴窍注意不是二阴中间的任脉 会阴学 会阴学在两阴之间 而会阴窍是在肛门前口 所以也叫阴窍 中指按百会 食指紧贴按住百会学后侧 吸气时脚后跟抬起 提刚 呼气时脚后跟向下一蹲 会阴窍即开 收工 百脉朝会 必百会即可收工 所以修身练功 先开九窍 九窍打开不仅能吸收宇宙能量精华 而且能排放身体的其他污垢浊气 关键 易道 手道 身道 重要是要用心去做 贵在坚持 九窍打开后配合手疗 点穴 推拿 及其他自然疗法 有病调理 无病保养 修心养性 强身健体 好了 对于开九窍的方法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